中四高级华文单元二 我的故事,我的生活 怎样的生活是充实而快乐的 怎样的态度有助于创造美好的生活 让我们来看看我校的几名校友 各自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让自己活出精彩 李亚晴2008届 环保主义者 我从小就对环境保护感兴趣 因此中学时便开始担任环保志愿者 随着全球环境的急剧恶化 我越发感觉到保护地球的工作刻不容缓 不能再耽误了 前年,我辞掉稳定的工作 和朋友设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 旨在向大众宣导环保的重要性 虽然薪水没有值钱高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工作 让我的生活非常充实 有意义 所谓神聚木段 水滴石川 只要坏完全能肯定的 hotels 而言都是宝贵的财富,让我为下一次的尝试做好充足的准备。 五年前,我创立了一个品牌。 由于产品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公司迅速发展壮大。 虽然创业有风险,但我还是喜欢它带给我的新鲜感和挑战,它激励我不断突破自己。 人生格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新人。 许丽颖,2010届,斜杠青年,医生绘本作家。 身为医生,我们肩负着治病救人的重任。 为了减轻工作的压力,我一有时间就会图图画画。 刚开始,我只是画简单的故事给住院的儿童看, 没想到他们很喜欢。 这让我萌生了出版儿童绘本的念头。 在医生和绘本作家之间切换身份, 不仅让我乐在其中,也让我很有满足感。 人生格言,勇于尝试,发挥潜能。 黄艺人,2006届,旅行摄影师,我喜欢用相机记录生活, 把当下的画面及感受捕捉下来。 28岁之前,我已经走遍了世界七大洲,五大洋。 碧海蓝天的自然风光,熙熙攘攘的市井街道, 都让我感到好奇。 我希望用照片让时间凝固,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 人生格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张天阳,2013届,社会工作者。 我上中学时曾误入歧途, 索性遇到一位社工及时向我伸出援手, 才没有跌入万丈深渊。 那是我人生的转据点。 读大学时,我曾到一个社工组织实习。 几个月下来,我发现,社工不仅要有乐于助人的善心, 也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及灵活变通的能力。 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有重新出发的机会, 希望自己能引导更多的迷途少年回归正途。 人生格言,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生辞朗读,丹雾,志,心水,聊缘,债务, 坦可,蒙生,碧,熙熙攘攘,深渊,转裂点。 词语教学,中四高级华文丹元二, 我的故事,我的生活。 耽误,解释,因拖延或错过时机而误事。 搭配,耽误学习,耽误时间,耽误大事,耽误工作。 例句,一,他整天玩电脑游戏,耽误了学习。 二,他在路上遇到交通阻塞,耽误了时间。 纸,解释,用意,目的。 例句,一,这个环保活动旨在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料袋。 薪水,解释,工资,例句,一,他换了一份新工作, 虽然薪水不高,但是工作却是他非常喜欢的。 聊缘,解释,火烧原野。 例句,一,所谓星星之火,可以聊缘, 你不要小看这些小事,它们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债务,解释,指所欠的债。 搭配,偿还债务,巨额债务, 例句,一,他因为沉迷于赌博, 所以欠下了巨额债务, 只好把房子卖了还债。 坎坷,解释,比喻人生道路波折多,不得志。 搭配,一生坎坷,坎坷不平。 畢句,一,他一生坎坷,遭遇了无数的挫折, 令人同情。 萌生,解释,开始发生,产生。 搭配,萌生念头,萌生想法,萌生希望。 畢句,一,他的考试总是不及格, 他心灰意冷,萌生了退学的想法。 畢,解释,青绿色。 丽句,一,湖水和玉的颜色都是碧绿的。 熙熙攘攘,解释,形容人来人往, 非常拥挤热闹。 丽句,一,这里是繁华的市区, 街道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 深渊,解释,很深的水, 比喻危险,困难或罪恶的处境。 搭配,万丈深渊,跌入深渊, 畢句,一,如果你继续沉迷赌博, 就会跌入万丈深渊,无法自拔。 转列点,解释,事物发展过程中 对改变原来方向起决定作用的事情。 例句,一,那次的歌唱比赛 是他人生的转列点, 开启了他的歌唱生涯。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